選戰倒數衝刺 陳時中一早到深藍票倉 景美市場掃接敗票 民眾熱情高喊動蒜搶合照 但市場狹小 有民眾水果掉滿地 陳時中幫忙捡起來 不只握遍每位選民的手 武黨籍市議員更是藍綠白 兵家必爭之地 陳時中加油 陳時中進總成立 蔣外安陳時中 黃珊珊都來站台搶選票 但三人錯開王不見王 倒是前一晚民進黨凱盜造勢 陳時中強調 他的字典裡面沒有仇恨 劈對手挑動矛盾動員仇恨 缺疫苗就是沒有疫苗 黑箱就是黑箱 他卻閃躲問題 不願意正面面對 如果陳時中和他的團隊 以及陳時中的友人 願意回歸到正面選舉 我們當然非常歡迎 他的字典裡面有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兩千三百萬人都不太了解 他的字典裡面有什麼 不要讓一個選舉撕裂了台灣 撕裂了社會 不能為了選票不適合手段 那都有一定的底線 大家不要互相仇恨 陳時中呼籲要團結台灣 但藍營卻不領情 尤其前總統馬英九到苗栗浮選 還不忘重批陳時中 他最近有一個嫌豬手案 感覺非常的噁心 令人乏指 台北市民除非是眼睛瞎了 不應該投票給他 一個前總統用這樣的一個仇恨的語言 在講選舉的事情 而且我想這是不對的 什麼是仇恨言論 前總統示範給你看 而徐曉青日前跟綠營側議開戰 不過他的臉書遭到檢舉禁言 反批示網軍搞鬼 他也不用一直在演戲了 讓他自己就不斷地有動作 那也不是要駁滿 駁版面而已嗎 陳時中要乾淨選舉 是誰在大搞仇恨對立 選民自有公平 再來請問王一軒 永遠不來 S訊小組台北報導